小丑驼背20年从未站起来过 科学怪人却要逆天改命 他一把扯掉小丑的衣服 随后把一个巨大的针管插在他背上 伴随着小丑的一声惨叫 抽出了一整管乳白色的浓液 紧接科学家接上一根管子 用嘴将他身体剩余的液体吸了出来 最后一个野蛮冲撞直接把他的脊椎撞直 再给他穿上特制的背背夹 这一刻小丑获得了新生 终于像个正常人一样站直了 而医生之所以愿意帮助他矫正驼背 是因为他发现小丑是个医学天才 几天前科学怪人维克多去马戏团看表演 一个女演员在空中表演时 意外从10米高空中失足掉了下来 所有人都以为女演员活不了了 包括维克多也这么认为 可小丑却觉得他能活 因为他可以直接看透人体结构 女演员现在是锁骨断裂加上肩膀脱久 给肺部造成压力导致无法呼吸 于是他向维克多借了一块怀表 将它放在锁骨断裂的地方 接着他用力一推骨头就这么重新接好 女演员活了过来 大家都发出了惊呼 维克多直接称赞小丑是医学天才 起了爱才之心的他想带着小丑回去和他一起做实验 但马戏团老板不愿意 还把小丑锁在铁笼里关了起来 维克多交涉无果只能暂时离开 但他不想这么埋没点小丑的医学天赋 于是半夜过来偷人悄悄将他带走 为了让他更好地做科研工作 帮他做了全身检查 发现他驼背不能直立的原因其实是背上长了肿痛 因此他做了各种准备 终于把小丑变成了正常人 从今以后他就是他最得力的科研助手伊格尔 而维克多这么迫切地想要助手 也是因为他在进行一项人造人的实验 他掀开一个水缸 里面是一双人工克隆的眼睛 随后他通过物理电流模拟生物电 竟让眼睛活了过来 当维克多用灯火从眼睛面前划过时 眼睛跟随着光动了起来 医学天才伊格尔一看就明白了其中的原理 还指出眼睛的一个神经接错 所以导致眨眼频率不一样 维克多惊喜万分 觉得自己真的捡到宝了 于是他告诉伊格尔这里的实验器材 他可以随便用 随后他开始给他安排实验工作 那就是修复动物器官的神经系统 而维克多会将他修复好的器官 拿到地下室保存 实验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做着 七七四十九天以后 他们的实验终于大功告成 一直由各种器官拼凑而成的黑猩猩出现在眼前 维克多立马拉上了电闸 在电流的贯穿和刺激下 黑猩猩活过来 俩人十分高兴他们的成果大获成功 立马去到皇家医学院 向贵族豪生他们展示这伟大成果 可此时黑猩猩已经凉凉了 浑身散发着尸臭上面围满的苍蝇 贵族小姐们十分嫌弃避之不及 维克多赶紧用电流激活 可不管他怎么电黑猩猩都一动不动 反倒是让苍蝇们飞来飞去 一个富豪被逗落了哈哈笑个不停 维克多和伊格尔只能加大电流 可却不小心电到了还电的他们到处乱窜 突然大笑着的富豪变了脸色 因为黑猩猩真的复活了 不过却失去了控制他到处搞破坏 还对着他们这些人发起了攻击 好在黑猩猩只有蛮力没有智商 最后维克多和伊格尔用灭火器 将黑猩猩制服了 尽管结果很狼狈 但实验是成功的 因此有个富豪决定投资他们 不过他要的不是动物而是人 有了这项技术 他的家族就可以赚源源不断的钱 维克多立马答应了 但伊格尔不愿意了 之前他们做实验用的都是动物器官 如今做人体实验岂不是要用人的 这已经超过了他的底线 然而他的劝说和拒绝并未让维克多改变中 甚至用救命之恩要挟他一起加入 说完他愤怒地离开 只剩下伊格尔无助地留在原地 很快麻烦找上了门 之前他们做动物活体实验猎杀了很多动物 数量之多引起了警局的查探 顺着蛛丝马迹查到了维克多和伊格尔这里 还要求他们提供实验记录 维克多怎么可能给他看 以他没有搜查令为由拒绝了 虽然这次侥幸逃过一劫 但警局迟早会查到是他们干的 更何况他们接下来还要做人体实验 紧接着维克多的父亲又找过来 他质问维克多为什么不去学校上课 老师的电话都打到他那里去了 实在给他丢脸 维克多解释自己是在做科学研究 然而父亲却不管这个 他只想要一个优秀的儿子 现在的维克多指挥家族蒙秀 伊格尔在门外看到了一切 看着接连受挫的维克多 他决定帮他一起实现这个梦想 因为维克多说过他之所以做这个人体实验 是想复活救他而死的哥哥 他开始主动参与实验设计 指出维克多之前设计图理不合理的地方 俩人开始商讨具体细节 因为动物活体和人体活体不同 他需要更大更多的能量 而激活人体的电流功率 目前只有闪电可以达到 有了能量之后需要一个强大的器官带动全身 如今他们的器官不够 伊格尔提出可以加入两个心脏功能 如此一来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解决了最大难题以后 接下来就变得很简单 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发散思维思考 经过一晚上的商讨 终于他们人体实验的理论部分构建完成 接下来就要开始准备实操了 然而他们的麻烦也来了 警长申请到了搜查令封了维克多的家 在门口喊话让他赶紧出来辅法 维克多和伊格尔连忙收拾东西准备跑路 东西太多他们根本处理不掉 这时伊格尔突然发现了一具冰冻的尸体 他被吓了一大条 维克多告诉他这是他大学室友 出意外去世后他觉得他的尸体有用 就一直把他冰封在这里 伊格尔万万没想到维克多是这样的人 为了做实验竟然连室友的尸体都不放过 然而时间不等人警长冲了进来 用枪对着维克多让他赶紧停止他那惊骇世俗的实验 维克多却问他难道不想让死人复活吗 不想让他逝去的亲人重新回到他身边吗 警长不为所动马上就要开枪 幸好伊格尔及时阻止 带着维克多离开了这里 而上次资助他们的富豪派人来了门口接他们 甚至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偏僻的庄园 准备好了一切设备 让他们可以安心做实验 维克多连忙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在富豪走后 伊格尔开始询问维克多那具尸体的事 他觉得维克多太过冷血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他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他拒绝再帮维克多做实验 尽管维克多再次拿出救命之恩要挟 伊格尔依旧不为所动 道不同不相为谋 维克多坐着马车去了城堡 而富豪找到了伊格尔 他丝毫不掩饰地说如今的他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伊格尔知道太多秘密不能活在这个世上了 随后他们把伊格尔绑起来 丢进了大海中自生自灭 好在他以前是小丑学会结绑手上 成功捡回来一条命 但他脑海中一直回荡着富豪的话 富豪对他们只是利用一旦实验完成 维克多就会被灭口 他做不到就这样看着维克多死去 于是他准备回去救他 而此时的维克多在完成他的活体实验 按照之前他们设计的那样 缝合两个完整的心脏 一个更大的胸腔容纳四个匪 然后一步步将零散的肢体缝合 实验即将大功告成 等伊格尔赶到城堡的时候 助手们正在给缝合的人体输入血液 伊格尔看了一会儿后 急忙绕过他们去后面找维克多 维克多十分惊喜以为他是过来帮他的 伊格尔知道时间紧迫 直接告诉他等实验完成富豪会杀他灭口 拉着他一起逃走 但实验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步马上就要成功了 维克多说什么也不愿离开 他回到实验台准备利用今晚的闪电激活尸体 他坚信自己的实验一定可以成功 在雷电的加持下尸体被电流贯穿 所有人都期待着神奇的一刻 而尸体不复众望动了 还没等他们高兴 雷电的电流太强导电一气承受不住炸了 尸体也被炸了 实验失败了 而且不少人在这场爆炸中丧生 警长也找到了这里 他告诉维克多他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就在这时尸体突然复活 史上第一个人造人就此诞生 朝着他们大步走来 维克多喜极而气热情张开双手 仿佛看到了他死而复生的哥哥 但他忘了这个人他没有灵魂没有感情 也没有记忆 他不可能是他的哥哥 而警长毫不犹豫拿出手枪击中这个怪物 怪物因此被惹了 一把掐住离他最近的维克多要置他于死地 警长不停朝着他开枪试图解救维克多 怪物甩开维克多 开始疯狂破坏到处杀人 维克多也意识到这个怪物将是个祸害 和伊格尔联手准备亲手除掉他 他们不停用武器伤害他都没有用 就算他们击穿了他的心脏他依旧没事 突然维克多想起来他给他做了两个心脏 于是他找准机会 精准地刺中得了他的另一个心脏 直到此刻这个怪物才住手 永远地闭上眼睛 这一场闹剧终于得以结束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实现的 生老病死是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破 维克多因为想要复活哥哥 所以走了极端妄想用一些支灵破碎的肢体 重新组合出一个新的人 身体是活过来了 可人的记忆和感情无法回归 冷血无情的新人还算一个人类吗 维克多的梦终究还是破碎了